20年前为了生计 他们两地分居 我说你负责在家里 那个管小孩 我就负责出去外面赚钱 闯荡 要不这个家没法维系 但经济变好了 夫妻之间却越来越像陌生人 哪怕是朋友 他也会关心一下 你好了吗 或者怎么样 啥都没有 一年就过年回来 半个月 调解现场 他数次哭泣 反复求爱 从我内心来讲 其实是在寻找爱 我想得到丈夫的爱 他却冷若冰霜 对妻子无胜其烦 他总是要跟我对着干 跟他沟通是无法沟通 你说都没说 还叫无法沟通 当沟通不再顺畅 争吵成为家常 两人之间也竖起了 高高的围墙 他心里没有我 我每个月给你钱用 每个人都各执一次 你们就好像在讨论一个 到底是鸡生蛋 还是蛋生鸡的问题 挑起团队又该如何为他们 修复冰冻了20年的感情 重建爱的链接呢 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 难求的爱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李津平 欢迎李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个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李女士和傅先生 我们先了解两位的诉求 我想得到丈夫的爱 尊重和理解 现在是这个缺乏 还是没有 几乎是没有 因为她常年在外 就感觉这个家庭 越来越没有温度 她有什么事情 也不会跟我讲 你们结婚多久 差不多30年 你们两个人结婚多久 就开始了这种 两地分居的生活 10年之后 这个状态持续到现在吗 对 傅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他有一个事业 我讲的是传校 他讲的是事业 我说你不把这个东西 断掉 这个家很好 这个是不可能的 你觉得你们俩的问题 就只是他做的这个事 导致的吗 我觉得没其他问题 结婚30年 但却有近20年的时间 夫妻俩都是异地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20年前 夫妻二人双双下岗 家里一下没了经济来源 看着尚且年幼的两个孩子 傅先生决定 只身一人外出打工 我说你负责在家里 那个管小孩 我就负责出去外面赚钱 对吧 要不这个家这个没法委屈 在一起时 夫妻俩不说恩爱异常 但也没有什么争吵矛盾 只是出于现实 不得不选择了异地 可让李女士没想到的是 异地虽然解决了 家里的生存问题 但却带来了 另一个可怕的问题 她到外地 到达目的地 她会打个电话 或者发信息来 但是之后就没了 啥都没了 用李女士的话说 丈夫明明有手机有电脑 可只要溢出家门 就像消失了一样 除了每个月的转账 几乎收不到 来自丈夫的任何消息 也从不关心家里的事 甚至就连得知妻儿生病 也毫无反应 疫情吧 以前好多人都是养了 然后那个家族群就在发嘛 谁养了谁没养 后来我说我养了 然后就发到群里 我以为她会关心一下我 结果没有 那个时候你们是在两地的是吧 对 你们那个时候 她身体怎么样 你身体怎么样 你们都互相都不知道的吗 不知道 就这种基本的沟通都没有 比如说我养了 你养了吗 这都没有 没有 后来她在群里发信息 她说她没养 我和我的儿子都养了 你们的交流只现在那个大群里 没有交流 只是大群里 他们说出来的话嘛 然后就发谁养了 谁养了这样子 后来就感觉不对劲嘛 想着 我说正常的夫妻应该 对情况会关心一下 对吧 问候一下 哪怕是朋友她也会关心一下 你好了吗 或者怎么样啊 啥都没有 胡说八道 你那个 你没收到我给你寄来的药 我还说 你把你的症状告诉给我 我来给你配药 那是女儿叫她寄药 寄口罩来这里 之前根本没有 你自己说心里话 是不是女儿叫你的 你有没有收到我寄过来的药 我收到过 是女儿叫你寄药 寄口罩过来 之前家里啥都没有 你这样说话就没意思了 没意思就不要说了 之前生病她会过问吗 不会 其实我的身体状况 一直都不好 我每年都要好几次去院 她也不知道 我也不会跟她讲 我们这种相处的模式 不像一个正常的夫妻相处模式 一个正常的家庭 一个正常的夫妻 怎么不会关心家里的事 怎么不会关心自己的老婆 我哪里没关心 她心里没有我 我会给 每个月给你钱用 傅先生是主动寄药 还是被动寄药 双方各有说法 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 那就是夫妻俩的沟通 确实很少 李女士生病与否 在家过得如何 傅先生几乎一概不知 也从不会主动过分 寡言少语到这种程度 让李女士觉得不正常 和一旁的傅先生却说 妻子才是那个不正常的人 她说的是事业 我说的是传销 黑茶 黑茶过来就是茅台酒 茅台酒现在过来是看我 我说叫她不要搞 她说这个没赚到钱 我还有下一个工程 然后呢 我到家里我也发现了 不管干什么 都在那个放个手机在那里 她说的是听课 我说的是洗脑 你很烦她这种状态是吗 非常烦 你后来会怎么面对她呢 那我骂也骂过 也没办法能处理 少说 对 不说为何 说了就要吵架了 就争吵嘛 完全不能接受她的说法是吗 那么执着是为什么呢 她感觉我是做那个违法的事情 但是我跟她讲的 我这个不是违法的 她老是那句话 你要听我的 你要听我的 我又不是木头人 我干嘛试试要听你的 所以就是你说你的 我做我的 嗯 你一般从哪里找这种 所谓的投资机会 都是网上的 怎么个找法呢 就拿近几年的吧 就是一个产品 也是因为我的手的问题 那个手网球走 当时到医院里 然后医生要我打封闭针 我就没有选择打封闭针 我就选择了针灸 当时没有好 然后就选择按摩 按摩也没有好 当时心里也挺难过的 每天手痛得要命 就是你睡到被窝里 那个手不能动 还要做这些家务 又没人帮我 她也不知道 因为她不关心我 然后那天晚上就坐在家里 玩手机 然后看到一个产品 一个项目 她说可以调理这个网球走 她说不用吃药 不要不用打针 当时就给我的感觉 那个产品可以把我的手调理好 后来我就买了好多 调理了几个月 后来手就好了 好了以后呢 好了以后 然后自己也去考察那个项目 当时也想着把这么好的产品 推广出去 但是因为时间的原因 就没有去做 那个时候有这种想法 你告诉主持人 那一件多少钱 一件要9000多 9000块 它就是一个50毫升的小瓶子 一个产品嘛 现在没有去投资 也没有钱投资 如果有钱呢 如果有钱 有可能会 一般没钱 我就基本上去借钱嘛 有时候要投资 哪块的 要钱嘛 我就一般就借钱 然后再慢慢还 这些事 你也不会告诉她是吗 不会 我就叫她不要去做 这个东西 你自己觉得好用 你就多买一点用 你不要去指望这个赚钱 你觉得 在一个又一个项目中 你自己在找什么呢 从我内心来讲 其实是在寻找爱 她能看见我 她能看见我做的事 不是说什么违法的事 说白了 李女士一次次在网上 寻找投资项目 本质上是在寻求 丈夫的关注和认同 她希望丈夫 能看到自己的痛苦 认可自己的努力 但现实却是 她越想证明自己 丈夫和她之间的关系 就越糟糕 傅先生觉得 李女士总是一意孤行 不可理喻 而李女士则觉得 你越是不认可 我越要证明给你看 总之 两个人都憋着一股气 渐渐地 夫妻俩的隔阂 越来越深 如果咽喉疼透 你就冲一袋 咽喉疼透 复方鱼心草颗粒 冲一袋 如果变桃体炎 你就冲一袋 变桃体炎 复方鱼心草颗粒 冲一袋 如果急性咽咽 你就冲一袋 急性咽咽 复方鱼心草颗粒 冲一袋 咽喉疼透 变桃体炎 急性咽咽 你就冲一袋 帮旗牌复方鱼心草颗粒 健康由我 方鱼集团 来江西吃手丝酱鸭 黄少皇手丝酱鸭 江西园吃出来的美食名片 十个吃过 七个回头 黄少皇手丝酱鸭 江西园吃出来的美食名片 去年三月份的时候 我婆婆她身体不舒服 然后她要我带她去医院看 我就带她去那个人民医院 身体各项都做了检查 她可能有点高血压 然后从头到尾 看完了 所有的结果 我都发到家族群体 给他们看 让他们知道这回事 到了清明的时候 那个我老公她就说 我要带她去嘉兴那边看 因为她在嘉兴那边打工 当时我以为她是说得完的 我就没放在心上 后来她提个行李箱 那么大的行李箱 我就问她 我说拿行李箱干嘛 她说给母亲 我说你给她干嘛 她家里又没哪里放 当时我就没想到 那个行李箱是要带她出去的 我就没往那方面想 后来清明之后 她就带她母亲走了 当时我心里就感觉挺难过的 因为时间短嘛 我三月份带着 她四月份就带着 就算我们吃药打针 她都有个调理过程 她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她不信任我 因为是这样的 我老母亲在这个线里面看 她那个脚腫的老大 穿鞋是穿不了 我心里也这样 做儿子的肯定急 对吧 既然在宣传里面没有看好 我就想带她去嘉兴看 我就不明白 我带个母亲去看病有什么错 你带你母亲去那边去嘉兴 你最起码跟我说一下 她没有提前告诉你吗 没有 她啥都没说 跟她说过 就是说我要带我母亲去看病 她走的时候跟我说 之前我真的一无所知 本来夫妻有商有量的 但是你什么事情也不会跟我说 我想你兄弟姊妹 可能知道很多事 很多事情我就蒙在鼓里 我啥事都不知道 你是难过这一点 没有信任 没有沟通 对 是这样子的 跟她沟通是无法沟通 你说都没说 还叫无法沟通 在普通夫妻之间 或许很简单很容易的事 在傅先生和李女士这里 却是暗流涌动 艰难无比 因为此时的傅先生 已经没有了 和李女士沟通的欲望和信心 该说的不该说的 她都不想说 而这样的局面 显然不是李女士能接受的 她觉得作为妻子 她连最基本的信任和尊重 都没有得到 甚至结婚三十年了 她至今不知道 丈夫的月收入是多少 她从来不会告诉你 她一个月多少钱 她每个月挣多少钱 你是完全不知情的 不知情 她从来没跟我讲 傅先生 你的月收入她知情吗 她有可能不知情 为什么会是不知情的状况呢 我就怕她去搞工程 我工资呢 四千四 我给了她三千 我觉得也可以了 小孩子这么大 你说以后要结婚 对吧 要买房子 费用还有很多 全部给我祸祸掉 叫小孩子 所以要怎么办 我一个老家买农船 募捐嘛 募资嘛 你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她说要我募捐 我说我们经济条件 也不是很好 对吧 儿子呢 还要结婚成家 缺口很大 我说就不要搞了吧 要钱的事情多了 你要搞点有意义的 你是想跟她表达 就这种事情 其实是没必要的 对 说完以后呢 她什么反应 我说不捐她就捐了 她直接转了一千块钱 那大售笔 我是有原因的 我小姑子说她也捐了 她说儿子也要捐 大家都捐了 基本上都捐了 我就讲 这也是一个法文龙船嘛 我说各个地方 都在举行这种 法文龙船的那个活动 也算是一个 你要料理而行的 那个传统文化嘛 我就感觉是这样子 然后我就想 还是捐吧 我做这个事情 我感觉最起码 是一种善事吧 是这样子 她总是要给我对着干 我讲的话 她是完全不能听 怎么沟通 无法沟通 傅先生一直在强调 和妻子无法沟通 说不让投资 偏要去投资 来回欠下多少钱 也不说清楚 说不让捐款 偏要捐款 还甩手就是一千块 口口声声谈尊重 可自己的意见 妻子从来就不尊重 夫妻俩现在的局面 都是妻子自己造成的 而面对傅先生的控诉 李女士坐不住了 她说起 今年过年时 让夫妻大吵一架的事 让观察员评评理 究竟是谁不讲理 那个人就造坏了 然后就叫她买一个新的人去造 然后她买回来了 那个罩放上去 那个罩旁边不是有个这样 就这么长 这么大的面积 然后罩放不下去了 她说要把这个 这旁边的那个砖头 瓷板的要打碎了去 然后她就真的去拿 那个锤子去敲了去 然后我就不允许她这样做 因为你把这个瓷端敲了去 就好难看了 我说你去换一个吧 换不下 就换一个小一点的 她就不同意 然后我们两个就吵架 当时女儿也在身边 女儿听不下去了 她说爸爸你就去换吧 那个老板他肯换就换 不换就拉回来 然后你就当时不同意 我说你不换 我就把这个罩扔了去 我也是被你逼急的 你好好跟我说 我还是能听得进去的 你说不要把这儿扔下去 之前我是一直在 好好地跟你沟通 你记得吗 我记得 我就说我稍微把瓷板 稍微敲掉一点就能进去 这个又不影响啥 影响美观 怎么不影响 你就这么多面积 后来我不还是拿去给你换了 后来是女儿看不 你现在一年大概能回来 一年就过年回来 还不知道半个月 一年半个月一次 对 是吗 对 这半个月 你们基本上是什么样的相处模式 好不容易回来了 会一起逛街吗 散步吗 会的 看电影吗 对吧 有陪你去逛街吧 你什么时候陪我去逛街 也没陪 我想签你的时候 你都不让签 还陪我逛街 一年365天 傅先生和李女士 只能相处15天 可就是如此宝贵的15天 夫妻俩还有吵不完的假 遇到分歧 谁也不肯退一步 不是大爆发 就是冷战 面对这样的局面 傅先生把一切的不幸 都归结在了李女士的投资上 认为是网上的投资 让李女士变得头脑发昏 无法沟通 而李女士接受不了丈夫的说辞 她说 如果丈夫不关心自己 是因为讨厌自己的投资行为 那为什么两个孩子 她也不闻不问 从不关心呢 从来没有管过孩子 不关心孩子 有一次亲戚在一起喝酒 一个亲戚就问她 你孩子多大了 都几年纪 她啥都不知道 就这种基本的都不了解 不知道 这不像做父亲的样子 那整个儿子成长过程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 她完全是个缺失的 参与过孩子的什么吗 没有参与过什么 什么都没有参与过 高考回来 我说你打个电话给孩子 她也不打 沃先生 这个情况熟失吗 熟失 怎么会到了这个程度呢 几年纪都不知道 不过问的吗 在旁边确实有确实 这个也没办法 这个有办法的 这个不可能没有办法的 就是我们两个学生嘛 我只全心托付给她去管 她在家的管辖 我出去打工嘛 赚钱嘛 你把事情托付给她了 你把心也完全托付给她了 就对待孩子的那颗心 因为我自己从小 就没有爸爸陪伴 所以一想到孩子是这样 我就更加痛苦 沃先生 孩子也给你们打分了 我想知道 想知道 好 先看儿子给父亲的分数 父亲人做好准备啊 我先问一下你 你觉得儿子会给你打多少分 六十分吗 儿子给出的分数是 我高估了自己 你高估了二十分 儿子只给了四十分 好 接下来是儿子给妈妈的分数 李女士 你觉得儿子会给你多少分 六十分吧 因为我感觉我挺对不起他的 好 我们现在揭晓 儿子给妈妈的分数是 七十五分 比你自己心里预估的要高 李女士 所以孩子是有自己心里的想法的 儿子来了是吧 小傅 我刚才看了你给爸爸和妈妈的打分 你给爸爸只给了四十分 我能问一下那六十分是扣在哪个部分吗 我觉得是平时缺少陪伴和沟通这样的 得的那四十分是什么呢 经济 就在你的记忆里面啊 父亲这个角色有记忆吗 没有 就只有我母亲的记忆 你心里会介怀或者说不舒服 不会 父亲都没有参与吗 不会 为什么呢 有人带应该就可以了 没有那么需要 嗯 妈妈应该也足够多了 如果你将来做父亲 你的父亲会是你的榜样吗 我觉得 只要会给足够的陪伴的 关心这样的 所以他不会是你做父亲的榜样 对 爸爸和妈妈的关系呢 在你眼里是属于什么呢 他其实感觉也不太善于沟通 有时候确实会有点固执这样的 对于他们两个未来的关系 我不知道小父你在不在意这个问题 我觉得在和和睦睦就 就可以了 谢谢你啊小父 谢谢 在儿子小父的眼里 这个家几乎没有父亲的存在 母亲虽然固执不太会表达 但至少给了他足够的爱和陪伴 但即便如此 他也希望父母和和睦睦 拥有一个完整而有温度的家庭 而这同样也是李女士的期望 可是经过了二十年的异地争吵冷战 李女士所渴望的爱尊重理解 该如何获得呢 观察员刘文娟首先鼓励了李女士 我的感受 首先我是很庆幸的 我庆幸他在这样的一个年纪 在这样的一段婚姻坚持了三十年之后 他还仍然能够说出 我希望得到老公的爱尊重和理解 他还敢于把这一份需要表达出来 而没有用离婚啊 不孝顺你的父母呀 虐待你的孩子呀 而没有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你老父先生 好 第二个点 二位完全不具备换位思考的能力 这很遗憾啊 几十年了 都只会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问题 父先生一直在强调 就是跟你这些年做项目有关系 就是跟你钻进去 在那里亏钱 在那里投钱 不听人劝有关系 而李女士就一直强调 没关系就是她心里没有我 每个人都各执一词 你们就好像在讨论一个 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季的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 我们多了一层换位思考的角度 来 我尝试给你们呈现一下 也许真的跟我做项目有关系 毕竟我在这件事情上 花了那么多的时间 精力和金钱 如果我把这些时间 精力和金钱 拿出来放在这个家 放在孩子的教育上 让我的老公看到 我果真能够把全职妈妈这个事 做得非常的好 孩子也果然带得非常的好 是不是我老公反过来 就会对我有更多的信任 也愿意给我补贴更多的家用 我们的关系 是不是就会有更好的可能 我再给傅先生呈现一个 既然我追求平淡的生活 我也不愿意跟他分开 他做老婆做妈妈做的也挺好的 孩子也给我带大了 他也照顾我的母亲 也孝顺我的母亲 但就是因为他在某些事情上 他很固执 他很较劲 他很较劲 那怎么办呢 那要不然我尝试坐下来 倾听一下他 老婆你为什么总是想 投资这些东西呢 明明这些年你也没有赚钱 甚至还打水漂了很多 这些事到底满足了你 什么样的内心需求 导致你一而再 再而三地深陷其中呢 如果傅先生 你换位思考到这种程度 你花点时间了解一下 花点时间解决一下他的问题 心里的空虚和难过 是不是这个事也会不一样 傅先生 我们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哪怕说你的孩子 他以后上大学以后 他有他的各种的学习 家庭生活 他的老师可能最多的是 来源于他的父母 傅先生我觉得你一定要认知到这一点 陪伴什么时候都不晚 母亲的爱和父亲的爱 母亲的教育方式和父亲的教育方式 肯定是不一样的 一个家庭当中教育会有分工 比如说慈父岩母 或者是岩父慈母 他一定会有分工 这样才能够平衡 让孩子能够在心灵上更好的有获得感 这才是父母和孩子的相处之道 第二件事情 傅先生在他跟你抱怨 在他跟你对着干的时候 他可能不是跟你对着干 他可能是在求关注 跟你对着干 只是希望你哄哄他 或者希望你替他解决一个 他不愿意告诉你的问题 我们如果说真的因为生活所迫 我们一年只有在一起的十天二十天 甚至是一个月的时候 我们怎么把它过成全都是快乐的日子 而不是说我想着他这十天在家 他要替我替这个家去解决什么问题 他一定要怎么样 在快乐的状况之下 自然很多问题会迎刃而解 也许你不对他提要求的时候 他反而他可能会去主动做点什么 二位好 你一直在跟我强调就是 你不被重视 你对你老公做的很多事情是否定的 你觉得丈夫没有照顾的 你没有看到你的感受 没有尊重你的想法 但是你在后面的这些行为就是同样 你丈夫也会觉得 你没有尊重我的感受 你没有跟我去沟通 你没有在意我的想法 你越想证明自己 但越有没有被证明 所以你在过程中 那么给我们呈现就是一个 你是一个很作的状态 就是你错误地打开了 就是开解自卑的方式 我们提升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 这个直销也好 这个带领也好 其实我建议你是止损的 为什么 因为你在这个上面 一直是在减分减分 你对这个家付出再多 但你这一项行 我就已经把所有的得分都已经减掉了 还不会花时间干嘛去陪孩子 而不是把这个时间 花在指责上和埋怨上 想跟这个男方说 我真的没有觉得你们上有特别大的问题 就是一个满足和被满足的问题 老婆为什么就她会去移情于这个行业 她在家里真的很孤独 精神上她有很大的缺失 你又没有去满足到她 所以她只能移情到一个 她觉得可能在那个地方 被看见被认可的行业里面 她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行业里面会发生什么 你用道理你改变不了她的时候 应该用什么 用行为来去改变她 你应该给她这种安全感 而不是让她去外移 观察员肖闹林认为 要向李女士自此切断网上的投资 根源还要从傅先生做起 只要傅先生给足了安全感 李女士自然不会向外寻求认可 这一点得到了调解员李金平的认可 他直接点名 这个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李女士的投资问题 傅先生心目当中 对于李女士这个妻子是不满的 而且不满程度还挺大 那这种不满用什么去表达了呢 用冷漠忽视和疏离去表达 不就将就过嘛 但是你又不想离婚 那你内心已经定位了 就这个女人我跟她将就过就行了 那你说你对她能有多热情呢 那李女士呢 你对事物的认知一直在一个偏差的角度 她不关心你 你的意思就一定是傅先生的错 不是吧 她们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夫妻应不应该关心 应该关心 但是关心来关心去 如果关心的效果不好 或者是体验感不好 她就不关心了 一个女人苦哈哈的阴着脸做事 和她应该被爱之间 没有直接的关系 被爱都是因为这个女人可爱 你也说你是被生活逼的 那你丈夫的生活是好过了吗 我能感受到她对这个家的在意 和对你的在意 只是你们两个之间没有粘性 就是没有一个人是那种柔软和热情的 没有一个人是会表达的 会说笑话的 就是让生活看起来美好的样子是没有的 你丈夫不信任你的原因非常明确 我只是四千四的工资 我给了她三千 剩下的钱我存起来了 剩下的钱我要等着盖房子 我要等着儿子儿女结婚 那个什么项目 你自此切断说你不做了 你跟你老公好好聊聊 到底欠多少钱 咋个事把这些问题给解决了 生活都变得很美好 你看傅先生马上就点头 人家马上就点头 他也愿意帮你解决 但凡你有沟通马上就解决 金密室在跟我们老师好好聊聊 然后把问题 共同今天都解决解决 从此开启美好生活 调解员李金平认为 找回沟通找回信任很简单 只要李女士切断所有投资 李清债务 这个家就能重新开始 这番话让李先生频频点头 密室里他透露心声 自己并非真的不在意李女士 这次在百忙之中 请假来参与调解 就是因为在乎李女士 我是坚决不愿意来这里 一个人没时间 二一个来 我就感觉她骨脚满餐 她说你不来我试给你看 我非常在意她的绅士 傅先生表示 自己真的很在乎妻子 在乎这个家 也愿意改变自己 和妻子一起找回家的温度 只是她有一个要求 这么大的人 对啊 你如果 你还是这样继续搞 你不想改变自己 对 那这个分音 这个就很难委屈 是的 傅先生最关心的问题 始终是妻子的那些项目 而密室另一点 李女士对那些项目的描述 却是另一个角度 我那个接触项目 我去贵阳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是第一次出远门 当时就好想她来打个电话 你一个人在外面 有没有钱用啊 或者安不安全啊 但是没有人去问我 那一点我要提醒一下你 我是你 我就打个电话 老公我现在人在哪里 在哪里 我不敢跟她讲啊 怎么不敢讲啊 所以说问题就除了在这里啊 你就靠网上一个广告 我就冒能的去 除了什么事怎么得了呢 你打给她 她打给你都是一样的 这一点我在这里是要说你的 以后不要这么盲目 好吧 不会啊 总理女士的叙述中 我们可以看出 其实她本人对于网上的那些项目 也并不确信 并且在谈到那些项目时 明明自己心里也害怕 但却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似乎只有往前证明自己是对的 才能回头 但经过调解 她也认识到 不该轻信网上那些投资项目了 此时观察员刘文娟 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她非常想愿意 就是坐下来和你共同的去探讨交流 就是金钱上 你到底还有什么样的压力 那如果金钱上有压力 她愿意帮你还清楚 好 就是让你没有这个后顾之忧 不要去背着这个大石头过日子 她愿意帮你解决掉 现在我也没算 也就是几千块钱 应该很快的 压力不大 对吧 可以做到好 再用退休工资慢慢还 李女士表示 自己一个月退休工资有2000多 投资欠下的债务已经基本还清 今后也不会在网上投资了 有了这个决断 夫妻俩的未来会有不同吗 夜地生活了20年的他们 又会迎来怎样的变化呢 欢迎回到江西威士金牌调节 密室环节结束 我们一起回到厂商 老婆辛苦了 以后就是我们 该就不要再分去了 你跟我去加薪 希望你那个 把以前的那些事全部搞定 好吧 我相信我们会有一个不错的未来 通过这次调节 那个投资我会放下来的 而且那些钱我也在慢慢地还 这点你放心 没多少钱 相信我们这个家庭 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傅先生 其实我对你挺放心的 以后你要挑个大量 就是你家庭的氛围 这活跃交给你了 因为你一笑起来 那阳光就灿烂了 还有一个呢 对于他赔掉的钱 你要关心一下 没事 我给你解决 给你解决 是不是 听见了吗 我以后我会相信你的 好 那回去好好过日子 老师辛苦了 好 加油 好 经过调节 夫妻俩终于达成了一致 李女士从此不再碰外面的投资 与此同时 夫妻俩也终于结束了 长达20年的异地 生活到了一起 我们衷心希望 这一次他们能学会沟通 学会理解 两个人有摩擦很正常 但如果不学会处理分歧 求同存异 那即便在一个屋檐下 也依旧是两颗无法靠近的心 想要得到爱尊重与理解 就必须先付出爱尊重与理解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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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